台南檢警尖伴八十八槍衝擊案 那麼繼日前發佈充氣槍手孔祥志之後 同一天也逮捕了共犯李奇案鬥案 那麼經過檢方調查 認為李奇漢涉嫌開車 在孔祥志前往夜市 騎乘坐案用的機車 而且還提供毒品給他 因此向法院聲壓靜靜獲准 警方來到李奇漢的學家老家歹人 他被查出是八十八槍槍擊案中 槍手孔祥志的共犯 警警察出案發當天 李奇漢涉嫌開著休旅車 載著孔祥志到午勝夜市後 孔祥志在走路到花園夜市 騎著作案的機車 移入到雪甲犯案 李奇漢還涉嫌提供毒品給孔祥志 將他逮捕後 在八號收押禁件 李奇漢在參與槍擊案後 不但將臉書帳號取名為李淑罪 還曾經發文寫說 繼續再喝下去不醉不睡 顯示犯案後 試圖以酒精來麻痹自己 雪甲這一大塊農地上頭填埋了多達 超過六十七萬公噸的爐渣 也被查出是由民進黨中指委郭再青 擔任負責人的民祥新公司 所填埋的 三年下來 郭再青因此不法獲利 高達二十一點六億多元 民祥新習日廠房遭到孔祥志開了五十八槍後 如今郭再青也確定違反非清法遭到提起公訴 多次檢舉的當地里長也認為總算還地方一個公道 郭再青遭到起訴後 國民黨議員十三號就召開記者會炮紅黑金 同時要求賴清德表態是否支持邱莉莉學議長 黨內爭議人物在先波蘭也牽動綠營成為劍拔 記者楊華台南報導